七纪光的元阳镇到底有多厉害? 七纪光自元晋,灯州人明朝杰出的军事家,著名的抗窝将领,他在与倭寇的战争当中,多次创造了灵伤王,而他战胜倭寇寇的胜利法宝,就是他所创立的鸳鸯镇。 那他所创造的镇法,为什么叫做鸳鸯镇呢? 他又为什么能够克敌制胜,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呢? 在讲七家军的厉害之前,我们先来看看倭寇是什么人,他们使用的是什么兵器,他们遇到七家军之前逢战必胜,为什么遇到七家军之后就不行了呢? 首先明朝家境年间,沿海的倭寇,很大一部分是日本战国中,被击败的武士,后来这些人在海上谋生,与明朝的海盗汪直徐海等人联合起来, 侵扰沿海边境。